如今在网络上流传了这么一句话 再买我就剁手 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而已 可在19世纪左右的非洲 剁手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还曾是家常便饭 利奥波德二世是19世纪后期欧洲比利时的国王 由于当时比利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属于强国之列 所以利奥波德二世就有了获取殖民地的打算 于是他将目标放在了国土面积比比利时大几十倍的刚果 通过各种手段 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的名义成功霸占了刚果 并且开始了残暴的殖民统治 刚果有丰富的矿产橡胶等资源 以及大量的象牙 为了更大程度的获取这些东西 利奥波德二世以武力强迫当地的土著为其劳作 而且还给每个人规定了任务 一旦有人没有按时完成任务 就会面临严酷的惩罚 就是剁手 为了让这些当地的土著劳工听话 利奥波德二世将他们的妻儿集中关押在一起 一旦发现有劳工不听话 或完成的工作太少 他就会让人剁掉其妻儿的手 这也是为何当地土著不敢反抗的原因 除了剁手以外 利奥波德二世的武装人员 还会经常以各种理由残杀当地的土著 据相关部门的统计 在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进行殖民统治期间 刚果的人口总数骤减了一半 而被他剁掉的手 至少能够装满一艘大船 甚至更多